因持续抽现手足口证而被令关闭的幼儿园圣圣母圣诞堂今天复课了 校方除了加强检查幼儿的身体状况之外 也增加了中心的清洗与消毒的次数 虽然这些措施提高了校方的营业成本 不过呢校方并不打算要把额外的成本转嫁到家长身上 来看记者学术会的报道 手电筒一照 仔细检查 让在细小的口窗也无法遁形 校方表示早在疫情爆发之前 她每天便会为学生量体温和检查手脚是否出现水泡 因此现在虽然多了一层照手电筒的措施 但是在疏能生巧的情况之下 过程还是简洁明了 井然有序的 圣母圣诞堂幼儿园共有450多名学生 复课的第一天出席率达87% 也就是说有约60名学生缺席 校方表示他们多数是请病假或因家长不放心而缺客 其中还有两名孩子是在校门检查不过关的 对于校方的措施 受访家长表示有信心 这个不是什么大病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小孩子啊 预防就好了 花时间没办法 这一定要做的 而清洁剂 消毒液与清水等用量的增加 也使校方的开销多出10%到20% 校方将承担这笔花费 主要我们是觉得说这种像这样的事情呢 是大家都不想的 然后学校为了缓解家长给家长代理的不便 所以愿意支付这样的花费 由于停课10天 校方也决定把这学期10%的学费退还给家长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淑慧报道